我们之前拆了很多的手机 就是给它贴前模后模的 我们今天是给大家贴了一个iPad 这个iPad是华为的Metal Pie Pro 这个是5G版的iPad 我们现在也是给它贴一个iPad的一个模 就是一个水泥的高清模 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先拆开看一下这个iPad 给大家拆的这个是华为的Metal Pie Pro 5G版 它搭载了一个麒麟的一个990的一个芯片 这是5G的 现在我给大家拆一下 现在是一个开箱的一个过程 这边可以看到这一个平板 是一个10.08寸 这个10.8寸的一个平 这台平板也是出厂是没有配置任何的一个模的 出厂是没有带任何的模 所以待会我们也是要给它贴上一个高清的一个平板模 然后它的背后是一个橙色的 这个橙色的一个 也是有一个哈曼的一个支持的 一个哈曼的一个音效支持 然后这一个素的素牌的一个摄像头 是单个摄像头 加一个响功能 对 整一个颜色是一个橙色的一个颜色 这个橙色 我们再看一下它里面还有什么东西 看到这里面会有一个充电头 有一个充电头 有一个充电头 最高是40瓦的一个充电头 这边是 说明书卡针数据线 我们可以看到卡针 然后有说明书 还有一个转接头 3.5的一个 它不是一转3.5的一个转接头 IT的转接头 然后是有一根数据线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是给大家贴模 华为的Metal Pie Pro 进行一个贴模 我们会有这一个14寸大小的一个模 它是一个通用的一个模 我们将它切成一个尺寸 我们在这种平板的型号里面 去找到一个华为的品牌 然后找到这一个型号 Metal Pie Pro Metal Pie Pro 10.8寸的 我们点进去以后 就可以看到这里是有一个前面的一个模 然后我们点击发送 就可以进行一个切割 动一个 这个Metal Pie Pro的贴模 这个贴模也是非常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手法 就是对好位置以后往两边推 就可以了 而且像这种水凝膜的话 它是有一个好处就是说 它非常的薄 它不会影响到你的一个手感 贴完以后 它不像玻璃膜一样会刮手这些 像这些贴完以后整一个边就是 你会看不到它好像是有贴一样 像在边上的话它是不会出现一个刮手的一个动作的 如果是玻璃膜的话 如果是玻璃膜的话 它这个四个边也会进行一个刮手 现在我们给大家开机看一下它的一个高精度的一个效果 然后这开机会显示一个华为的一个logo 我听到这个声音它是有一个立体声的 这里会有一个立体声的一个音效 然后两边都是做了一个立体声的 而我们这个膜的一个清晰度它是非常的一个高 然后是一个手感也是非常顺滑的 我们现在集合看一下桌面 这就一个放大版的一个华为的一个手机 这就是它的一个使用效果非常顺滑 然后这一个Metal Pipe Pro 我们也就是贴模 现在贴到这里